在城市中 头上白白的鸟 那是什么呢 对了 那个就是白头翁 白头翁可以说是在城市中 非常常见的鸟类之一 活动力十足 喜欢东咬西咬 就算是在城市中 也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物种 体型比麻雀大上许多 所以在竞争上 就没有麻雀那么的弱小 常常可以看到一群出没在城市 公园或是平原地区 数量上算是一种不少的鸟类 相对于其他的鸟类来讲 白头翁并不是很怕人 并且这种鸟类 还蛮适应城市的生活的 让我们进来聊聊 这种活泼好动的鸟类 白头翁 其实白头翁不是只有台湾分布而已 这种鸟类广泛性分布在中国的南方 台湾 越南的北部 琉球群岛一带 因为不同的地区的区隔 生殖的隔离 造成了它们被分成几个亚种 像台湾就是一个特有亚种之一 不过在台湾 除了生活在低海拔的森林之外 在城市中 白头翁也可以适应得非常的良好 白头翁在台语中又被称为北陶库拉 是一种小型的鸟类 因为顶上有白色的颜色 所以因为这样才被称为白头翁 白头翁的体长大约在18公分左右 全体含尾巴的长度大概在33公分左右 体重大概在33克左右附近 主食喜欢吃昆虫 水果、种子和植物的叶子 都是他喜欢吃的食材之一 特别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如果缺少昆虫、水果之类的食物的时候 白头很喜欢去咬人工种植的 蝴蝶兰的叶子 所以如果你有种兰花的时候 有时候冬天你会发现 你的蝴蝶兰的叶子被咬了 恨得牙痒痒的 大部分都是白头翁所咬的居多 不过因为白头翁生性活泼 并不是很怕人 所以在城市中 他有一片他的自己的天空 在城市的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每年到了3到5月的时候 就是白头翁的繁殖季了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白头翁在树上竹槽 基本上白头翁会竹槽在龙树上 或是其他的树上竹槽 例如相思木之类的 不过在城市中 因为很少大树 或者是树种的稀有 白头翁的竹槽地点就千奇百怪 我曾经在我朋友的门前 发现白头翁竹槽在我朋友门前的树上 而且还不是一棵大树 是一棵小小的树丛 我问我朋友 他说这一对已经来了两年以上的时间了 每当繁殖期 你只要接近槽的附近 你都会听到白头翁的警戒声 通常在繁殖季的时候 白头翁是公鸟和母鸟共同育除 通常一年会繁殖一到两次 每窝大概三到十颗蛋 你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个影片 就是我朋友在家前的白头翁的槽 你会发现他的槽的组成很特别 是人工造的产物 所以在祖槽的时候 在城市中能取到的东西 他都会拿来祖槽 不过当我一接近的时候 他们就会疯狂的紧张 疯狂的呼叫 但我一离开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回到槽的身边 保护幼鸟 在台湾白头翁是流鸟 所以在台湾中年可见到白头翁 在东亚或是比较偏北方的地方 白头翁会有迁移的现象 会比较接近后鸟的形态 有机会在城市中 你可以仔细看看这个可爱的鸟类 不过在台湾的某一些地方 你是看不到白头翁的 主要在台湾的东部 在台湾的东部 有一种特有的鸟类 整体的外形 身体的体长 体重 颜色 几乎跟白头翁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是 他头顶是黑色的 我们称为乌头翁 乌头翁是台湾特有的鸟类之一 唯一产在台湾的东部 我们下一次再聊聊 这个很接近白头翁的乌头翁 随着人类的干扰 未来乌头翁可能会在野外消失 这也是未来的重点之一 我们下一次再聊聊 像白头翁的乌头翁 感谢收看 不知道你今天对白头翁有基础的了解了吗 我们下一次见啰 拜拜